你要好好叫一个华人 你去写马来人口 你ok的 你看我们华人几两脸啊 穿短短明美的哦 你要写马来人口包头的哦 你ok的吗 所以你讲话 这种人一直在哭我 一直问这个东西 这种华人跟马来人交谎 会有什么情报吗 来可以写哪一个吗 阿兵看路啦 你的老婆马来人吗 来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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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 我自己一直都有问我这个问题 我能回答 什么对策这个问题 多一次 如果华人跟马来人交谎 会有什么田银后果吗 哇 我觉得很多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 我觉得是 你跟他交往的话 如果你不实际的话 如果你不实际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ok 如果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不同的宗族 不一样的 ok 你跟印度的拍拖 这个马来的拍拖 那个是很 normal 如果你是serious 觉得要跟他结婚的话 这样你就要心理准备咯 因为如果要跟马来人结婚的话 是要进Islam的嘛 但是在里面Islam的原理就是 你不要为了结婚 进Islam 我相信了真主一个 然后相信 然后相信 Muhamad是Messenger 才进Islam 才跟他结婚 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经历过了 也不是简单的 你叫我相信你就相信 只有很多挑战 然后第二个挑战就是 你的家人咯 你的家人怎样接受 可以接受马来人吗 然后他的家人又可以接受你吗 这个华人 也是要看咯 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马来人的家人可以接受 因为我有看到我的老婆 现在的太太 他的朋友有一些 有问他们 他们讲 如果今天他有一个男朋友 华人他也是不敢带回家 他的家人不接受 可是你讲这个是以结婚为前提吗 对吗 如果他们那种事完完的 就不是你这个答案了 如果像我老婆比较跟住 像讲跟住 比如我们要出去吃饭之类 所以他比较喜欢带朋友来陪 所以他讲不能两个人 然后坐车可能 阿拉伯德里拉 所以我有时候感觉这样 哇有一点 比较难的拍拖 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喜欢他 爱上他 然后OK啦 接受啦 是depend on 那个啦 我们怎样去接受 但是我平常挑战很多 其实很多挑战的 朋友哦 有些朋友怎样看你 我觉得这种跨种族的挑战都大同小异啦 其实不只是Islam 所以如果讲真的 比如说华人跟印度人 或者马来人跟印度人 或者是都会有他的挑战 对 可是我听到Case这样讲的话 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啊 所以你讲的东西都是以结婚为前提来讲啊 我觉得是好事啊 可是我不懂那个问题的人 他是他是不是要结婚的 对啊对啊 如果他是要结婚的话就会定你讲的 他肯定有一句话会出来了 有一个人 像我的 我的朋友也讲 你要好做一个华人 去写白色 你OK的嘛 你看我们华人 几两雷啊 穿短短美美的哦 你要写白色包头的哦 你OK的嘛 哈哈哈 所以你讲什么 我讲 呃 呃 love is blind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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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bradley 你是讲过吗 啊 bradley 你是讲过自己的东西吗 呃 那我笑的哦 love is blind 哈哈